黑子聊世紀 甜甜ACG 大叫黑子 今天帶來兩場天梯的對局喔 分別是主王好煞的Dennis 對上安阿茲的谷谷 兩位的積分排名分別是37名1969 以及現在的第七名2119 那兩位玩家我覺得實力算是非常接近 那目前Dennis狀況比較好 排名排往上爬 從2000出頭分爬到了2100 現在天梯排位是第七名 那谷谷這邊有換文明打喔 就不是一直用阿茲改完這個 日本跟德國 那目前的積分排名是1969 我們就直接來看一下這一場 應該說這兩場的天梯對局喔 首先第一張地圖是葡萄牙 一個長條形的地圖 那張長條形的地圖呢 我覺得 在前面前壓的時候要掌握一下時機喔 因為其實家裡的資源是相對容易吃乾的 開局這邊豪薩會有五隻村民 加一個300肉的桑格牛 那接著旁邊這三頭牛呢 就是沒有滿的 肉沒有滿 大概只有三分之一 然後會拉去旁邊的森畜市場去做 有養肥的一個動作 然後他也可以在養肥的過程產生微量的影響力 好這邊開局有一個市場建築功能 然後並且有一個騎在馬 這個駱駝啦 騎在駱駝上的一個英雄 英雄造型這邊用的是一個女英雄的造型 阿茲這邊開局是五村 三百木配四百肉 那這邊開局會各拉一個村民去採這個資源箱 有一個英雄 一個英赤猴 跟一個戰鬥祭司 戰鬥祭司占人口喔 可以提升這個 在社區廣場工作的時候呢 相較一般村民有比較高的這個收集效率 英赤猴雖然有打寶加成 但他血量很低喔 比較不建議拿去扛傷害 這邊應該會用英雄技能開局 直接先招一個喔 大自然友誼一下 招了這個俠盜之後 去打側邊這個寶藏 好可以看到這邊阿茲 讓他一個村 幾乎是一個村去採集一個資源箱 採完之後就不要讓他再走來走去 趕快去打獵 用TC去做放出 然後去蓋建築物 像這種在走動的時候 去收集這些木箱 其實都是相對消耗時間的 所以 在一些情況下 會先去把一些 獸箱採完之後 就直接都直接點設在打獵身上 然後這邊把動物打死 也是為了避免動物等一下一直跑來跑去 這邊留了一點點的木頭沒有採 因為不會用到 我們只會用到 社區廣場這邊的木 還有防射的木頭 然後這邊戰鬥祭司也已經回來 在裡面開始 進行這個社區儀式 這邊進行的是 經驗值 經驗值 收集每秒可以收集1的經驗值 地圖開到中間 那這邊可以繼續用這個 招響的技能 去多招一些人型的保障守護者 好 豪薩這邊的話 他這個文明特色是會有糧倉 糧倉這邊的 效果是他不需要 花費資源 但是他需要一點時間去蓋 他蓋好之後呢 他可以吸引附近的動物過來 對於手殘或是不太會感動物的玩家來講 這個是一個非常方便的一個建築物 那並且他也可以提供一個光環的效果 好 這邊選擇第一張卡是送三春 那豪薩的特色是送一張卡會再多送一隻牛 那這邊開決先把牛賣掉一隻 先去把這個小屋蓋起來 並且提升了一個打獵科技 我們連採集是0.97的採集效率 那必須說豪薩跟伊索比亞 這兩個非洲國其實打寶沒有到特別的強 他們比較適合在團戰打大寶 那如果是這種PK打這種小寶藏 都要靠一點技術去做拉打 這邊阿茲都把肉趕到TC底下 然後側邊這邊繼續找資源喔 那這邊我們前面先稍微快轉一下 這一場的時間其實稍微有一點點長 大家可以看一下上面的時間條 時間條我覺得有遮沒遮其實影響不大 因為最後我們玩家 看到這個影片時間大概也知道這一場快要結束了 然後這邊阿茲很快喔 上了時代之後馬上打出了三祭司開始弄 好Dennis這邊選擇上時代適用傷害 好並且發了一張阿米娜宮殿 這邊自己花這隻原先補了一個大學 那大學也是豪薩的特殊建築物喔 可以產生影響力或者是經驗值 那等阿米娜宮殿到了之後呢 就可以放在大學附近 讓他一樣可以吃到之後 然後還要依照附近的交易站TC 還有這個 吃他只能吃到一個啦 他只能吃到一個這個城堡 然後體皮這樣子 他吃滿之後可以提升 蠻多數量的這個經驗值 或者是影響力 這邊人口有一點小卡喔 所以先補了一個房子 那這邊開始把外面的動物先趕回來 上海升級在一開始豪薩出的時候算是還蠻流行的 那其實前面給你的這些資源是很方便 讓你可以把低輪的兵給擠出來 不管是要出什麼沙漠亡命單位阿 或者是正規的去出一些兵 其實都很好 然後這個上海突襲很好用 那大家後來發現這個伯伯的 這個TP送春的這個卡片 太強了 後來又轉伯伯 然後後來又再一段時間 變成這個 摩洛哥升級喔 變成這個海盜神射手 之前凱尼斯有為我們帶來幾場 海盜神射手的對局 那目前又 又又又又這個timing又輪動 輪動到現在變成豪薩 回到這個山海的升級流程 開始先出突襲者做潛壓之後 慢慢的往上農 農農農農農上散這樣子 阿茲這邊選擇把祭司跳滿之後呢 發一個木箱喔 準備開始轉吃海 所以看到這邊阿茲就不會選擇一個 快攻的打法 而是選擇停在家裡 那張圖的缺點是 他其實木不算多喔 可以看到這邊家裡只有幾棵小樹 這邊加一加大概接近一千木而已 可以趕快先拉個牆 那這邊比較危險的是 阿茲現在家裡雖然有兩礦 但這個是一千五的礦 他是錫礦 不是三千斤的銅礦之類的 所以其實礦來說相對是比較少的 不建議在這張圖在家裡停太久 你很容易因為斷金 然後把會戰打輸 我來看一下阿茲這邊 已經把山春祭司打完了 然後七百六百都送了 然後五春也送了 之後再補一張六百斤要準備上十代 目前村民數量來到了三十四 這邊訓練的是這個快速生產的五喔 這個社區儀式 那目前產率是經濟產率提高94% 軍事產率提高257% 那目前大學這邊吃到了兩個建築物的影響力喔 他這邊有幫你寫出來 給大家參考一下喔 個別是0.75% 0.75%跟0.75% 那這種建築物本身有他的基礎的影響力啦 你把 大學 你把市政中心跟那個供電的 你把他算一算加一加就是 大學基本起始的收集效率就是0.75% 然後再加上另外兩棟 再加上去 那如果你有TP的話可以再繼續往上加 所以通常這個TP是會點 好這邊把金箱也打了喔 所以現在這邊也打了四張卡 這邊把黃金箱採一採之後可以準備上十代 好這邊準備上三了 然後下面這邊也搶了兩個交易戰 升級十代三選的是豪煞人 豪煞人會送木箱 然後並且他可以用這個影響力去換車子 那他的車子出來之後可以蓋城堡啊 那個城堡 或是說供電啦 蓋這個供電啊或是蓋TC 其實都很強 尤其是豪煞他這個 轉TC的能力其實 很快 你可以把他想像成 美國 然後美國的這個週一會 或者是葡萄牙本身上十代就會送TC 那都是用花資源換來的 但是我是覺得 本身有牛的情況下 也有大學的情況下 其實 在資源調配上相對輕鬆 影響力多出來直接轉TC 其實 不轉兵我覺得也不會到怎麼樣 反而這樣去轉TC會比較好 這邊快升快上完囉 時間大概是十分半左右 然後浩薩送了一些木箱 然後這邊上十代直接點富拉尼弓兵 這邊蒐集的木箱剛好可以拿來訓練 說這個訓練富拉尼啦 或者是把科技給升上去喔 應該就先升級遠距單位的 因為這邊蠻多標槍騎兵的 然後等一下要打富拉尼 那可能啦 有可能等一下會繼續發冰卡 樹脂卡或者是豬庫納瓦這張卡相對的是不錯 阿茲這邊目前 阿茲這邊目前也上了十代三 然後做了一些防禦措施 但是有點尷尬的是他這個一千五百斤 其實很快就會用完喔 這邊已經沒剩多少 剩一百多斤 那這樣總共也就是一千六百斤喔 那等一下要開始轉出櫻遊級武士 跟其他這個 這個從貴族小屋出來的單位就比較尷尬 那目前阿茲這邊上十代是選了一個 送兩個貴族小屋的 徵集選項 好這邊外面在野區開戰喔 沒有切成戰鬥力的社區儀式 然後加上對面這邊的富拉尼跟這個 突襲者都精銳了 你看標槍也精銳了 可以說是一口氣把樹脂都提上去了 然後這邊有個問題是 那個時候我們在直播的時候就討論到這個富拉尼喔 他的成本比較貴 那他有個越近射越快的優勢喔 雖然他的射程是17 那頭頭這邊射程是16 那如果打了射程卡之後 這個富拉尼的射程會稍微再更長一點喔 射程卡是這一張 所以這樣子去換起來的話 其實富拉尼雖然在比較貴的情況下 但是 如果啦 如果繼續就要換下去的話 還是富拉尼會佔優勢 他的生存率是比頭頭還要來的好呢 他本來射程是16嘛 他升級上去之後變17 這邊又有影響力開始去點砲 打阿茲這邊真的要有砲 我沒有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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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為了解決沒有影響力的問題 會直接拿這個卡牌喔 直接拿個一千影響力 利菲迪的話不太建議自己在這個時候先出喔 還是先以突襲者來會比較好 然後利菲迪這邊 基本上是產的很慢 你產太慢其實沒有辦法應付這個打過來的阿茲 而且利菲迪的體積還算是蠻大的喔 有可能會互撞 然後導致整個效率變差 你的清兵的效率會不好 讓對方這個頭頭跟這個 奧托米直食神兵跟這個游擊鸚鵡師喔 特別多 要特別小心 目前前排的數量是比較少一點的 然後想辦法把對方的陰有擊鵡師先騙出來 用富拉尼先清掉 然後用三個陰炮去把頭頭給清掉 好 這邊一炮打下去 很漂亮喔 死了不少的知識神 Danny這邊打得很穩 這個豪薩 然後閃現在前面開視野 然後慢慢往炮往前推 馬根在後面這樣子 好 這邊要架起來喔 不然會走過頭 那這邊阿茲的做法就是要開始出弓箭武士啊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弓箭武士的無力感喔 因為真的清炮的效率實在是太差了 好 這邊走過頭了 好 開始射 我們可以看這個陰炮什麼時候死掉 好 打死第一了還 弓箭武士被馬貼到 還沒打到第二台 這邊頭 指射神持續的被陰炮炮轟 打死第二台 好 弓箭武士死光了 這個很無力阿 馬這邊直接貼上來 你可以看到這個軍事數量 其實也出現了一個明顯的差異 這邊 雖然人口數來講 阿茲是比較多的 但大部分都是農民 場上的軍事單位其實是不夠多的 這邊開始家裡沒金了喔 這邊冒險出來在外面採金喔 雖然海上這邊 我記得是有 金魚阿 有金魚 但是 也不是很夠 因為那金魚只能四個人採集阿 好 這邊土狼過來 沒有升級過 這邊不少的標槍騎兵喔 好 這邊阿茲 陷入一個被動狀態 其實到這個時候我就覺得 阿茲其實很難翻盤了 好 這邊阿茲這邊其實要翻 已經翻不太出什麼花樣 沒有什麼基因的情況下 要打這個對局實在是太辛苦 只要豪殺這邊沒有犯什麼大錯 繼續在這個點去壓單位上來 基本上是很難輸的 然後這邊還發了一張三圍戰船的卡 這個是要花影響力的 這個強度也非常的強 以一般的護衛艦的強度還要高 那當然他的成分也是相對是比較高的 那這套船是有一個 傭兵軍艦的標籤 好 這邊選擇先稍微後撤 中間的支援區基本上都被豪殺給搶了 然後他這邊可以出一些獨木舟 去干擾一下阿茲的海上 整體來說 節奏都在這個 豪殺這邊 外面這邊要蓋著作戰小路也被阻止了 雖然豪殺目前春樹落後 但是靠著他本身 TP 然後還有大學的影響力 然後加上他本身現在還沒有開始做 採集這個 田的動作 我們還沒開始種田 所以基本上經濟效率都不會到太差 還可以這邊吃野生的肉 阿茲就比較慘 阿茲就只能一直啃樹皮阿 外面的肉區目前暫時是搶到 然後這個金也有拿到喔 這個銀礦金比較多 好這邊換阿茲要推出來 一樣去產這個弓箭武士 但是沒有產個十幾隻 這邊好像打不贏 這個砲喔 這邊砲雖然只有一台阿 好這邊 陰遊擊武士一個狂丟 清掉了對手的前排阿 這個突襲者死得很快 突襲者死得很快 這邊已經場上沒什麼突襲者了 目前這邊豪殺還沒有點這個2TC喔 他的影響力都拿去買 硬炮 這邊補一張牛卡喔 一口氣把牛養起來 可以把這個影響力拉起來 這邊再補一個 牲畜市場建築功能 就變成說 豪殺打到中後期養牛 這件事情很重要 那我覺得也可以去 透過開交易戰 或者是開這個大學 來補影響力 那相對是比一索比亞 還要好補影響力 這邊把海上都清掉了 阿茲目前沒有太多的資源 去把海上收回來 然後海邊也沒有什麼 防禦的建築物 先把陸地先推出去 搶到陸地的資源 會是一個比較重要的關鍵 好 中間這波會戰 又給這個 阿茲苟住了一波喔 中間這邊的資源已經剩了不少了喔 再來就要去搶下面這邊的資源了 好 這邊開始跳回復5 每秒回復7.9%的生命值喔 這也是我覺得阿茲玩家 再玩到後面 真的要去 練習的一個部分 就是社區廣場的儀式切換 不管是肥沃舞啊 或者是什麼訓練舞 生產什麼大 生產舞啊 或是這種 回血舞去切換 然後讓你的 整個場上的 戰鬥力能夠維持 是一個很關鍵的 很關鍵的部分啊 那還好阿茲這邊還有一個 無限900斤 但是一直依賴這個900斤 其實也是很可怕的喔 因為 等於說對手打的是樹枝卡 你打的是資源箱 這個慢慢差距會越來越大 然後現在變成 豪沙在吃海了 好這邊 直接貼在眼上 喔沒有輸出 喔這邊都沒有輸出 這一輪阿茲在起手佔優啊 這個頭石之神啊 一直投一直投一直丟 很爽的輸出一輪 還賺到了一個135經驗值啊 這邊算是豪沙有點 小失誤阿 然後這個砲會被追到嗎 好暫時還沒被追到 時間進到了20多分鐘 這邊也有這個 豬庫納瓦 應該是豬庫納瓦的 說書人 好開吹 這個河道這邊做一個多線包夾 這支揮戰我覺得很漂亮 可以看一下 這邊有兩台銀砲 後面還有突襲者 這邊 呃看一下這邊的 阿茲 阿茲這邊 30隻植石神 22隻櫻遊擊武士喔 人口是113喔 對上這邊的豪沙 豪沙人口還是稍微有點佔優 好大概多個十幾個人口的單位而已 那後面這邊的補兵排成看起來是比較好的 因為阿茲這邊是沒有排成什麼東西 再來就看這個貴族小屋能不能 扮演到一些作用喔 再來就看這兩個銀砲有沒有打到對手 大量部隊的位置 看能不能形成一個保齡球的效應 喔沒打出一炮 好這邊損失了一台銀砲 這邊拉村民過來擋刀 突襲者很多 必須進逼 逼到貴族小屋底下 現在貴族小屋是有這個 升級選項的加持喔 遠距攻擊49很高 這邊一波反打之下 兩炮掉了 好煞阿竟然沒有辦法拿下來 他還有帶了五個說書人阿 果然這個 植石神加陰遊士的這個DPS還是很高阿 這邊清掉了對手的大部隊喔 富拉尼弓兵快被清完了 都沒了 清光了 看這邊也可以看到喔 陰遊及武士數量已經很少了 對方的富拉尼還是做到了他該做的事情喔 清掉了大部分的這個陰遊及武士 那這也突顯了這個阿茲的問題 就是他現在 要清建築物會非常的慢 但他不能又不能不出陰遊及武士 這個具有機動性的兵種還是必須要出的 那邊阿茲雖然打贏了會戰 但是分數還是落後 對手這邊已經來到66樓 準備等這個阿茲15喔 要反推 富拉尼的工兵又續起來了 來到16隻 外面採金礦的村被攻擊 死了 又死了 這個 投石 知識神喔 石頭蹲過去 直接把人給砸死了 準備發起反攻 富拉尼工兵來到了 22隻 這邊用突襲者做包夾喔 如果你這邊還是傻傻的在慘這個 利菲迪喔 可能 對手的兵都壓到門口了 你的利菲迪還沒有出來 而且這種會戰其實容易卡到 那突襲者體積又稍微比利菲迪小一點 相對比較好黏 那你可以看到這邊也還是 有一些些卡到自己的情況 那對手的陰遊及武士就有操作的空間 這也是為什麼陰遊及武士 他的 這個樹脂啊 一直被砍 你看剛剛那個 突襲者這麼多隻喔 一樣也是被清光了 阿蘭尼也說 他其實數量是不少 然後富拉尼繼續追 追打這個陰遊及武士 再次搶到了側邊這邊的支援區 然後這邊也有在吃果樹蟲喔 這邊也有幾個果樹蟲是可以吃的 阿蘭尼先選擇用社區儀式把英雄先復活起來 這邊要再打回來就真的又更難了 因為資源都已經差不多乾了 沒有金礦了 這是目前僅存了幾個金礦了 阿蘇必須 在這個部分 先吃掉大部隊之後 趕快清掉對手的餅 這是一個時效性的問題 他現在 對 阿蘇來講還是相當的不利 前面那波反推 沒有成功之後 這邊有一個大金 兩個大金 如果這個大金有搶到 那還有機會 沒有搶到就真的很難了 這邊繼續的追打 現在英雄集武士還沒跟上來在後面 壓在兩個作戰小屋底下 這邊有兩鷹炮 阿茲會倒嗎 這一波阿茲會倒嗎 這邊有土狼 土狼清炮 有貼到 標槍馬很少 炮感覺可以清掉 英雄在旁邊繞來繞去 沒有沒有沒有送掉喔 這邊英雄還活著 可是他怎麼越繞越遠 怎麼不來這邊幫忙打一下 脆到這邊光環都沒了 好土狼追 先把炮清掉阿 這邊選擇直接硬追 先追這個富拉尼 好炮這邊有清掉了 這邊阿茲又把對手的進攻 又推回去了喔 雖然打得很辛苦 這邊雖然是暫時的又擋住了這一波 然後繼續刷兵 刷兵出來 土狼這邊趕快清 好這邊成功清光喔 暫時的 暫時的又拿回來了這邊 但後面補兵的話 曹薩也不會輸太多 現在這個突襲者其實是好好出的 海邊這邊有補了一個貴族小物 暫時不用擔心說 對方的船會壓過來 那接著阿茲能做的事情 就是開始去抓對手在外面的村民了 好兩邊開始互抓村民喔 就看誰能夠清掉比較多的村 好這邊一樣繼續刷富拉尼 好這邊一樣繼續刷富拉尼 現在射程來到了20句 攻擊力12 這種情況如果豪薩這邊有多的木頭 一方面是可以搶交一站 蓋TC 再來就是蓋塔 蓋這個大雪跟宮殿 不然就是要開始轉種田喔 這種情況其實到後面真的還是要轉種田 變成說 蓋種田卡對 豪薩來講還是很重要的 好這個三維帆船有可能會被這個貴族小物給清掉 我們來看一下喔 我印象中是有被清掉沒有錯 好果然是被清掉了 反船之攻擊其實是很高的 他是炮轟傷害而不是遠距傷害 所以船的遠防是沒有效果的 好這邊用標槍騎兵清掉旁邊的土壤 你看到這邊阿茲徹底斷黃金了喔 他必須趕快來搶這個大金 然後又發了一張900金喔 這900金都算是飲鎮止渴喔 對方這邊都是在發其他的素質卡 那現在這邊 這些兵卡其實都沒有什麼用處 我反而覺得打醫療之神大祭司 可能還會比這個900金好一些 可以在前面扛傷 那這邊這邊正面應該是打不贏的 而且即使有切了攻擊力5 但在對手這邊經濟 很完整的情況下 他的三色兵突襲者 標槍馬再配這個 富拉尼喔 他也不太需要出炮就可以把你的兵清掉 因為我的兵的整體的數量 就不會輸你喔 因為阿茲這個 在前中期爆步兵的速度其實很快 如果你是要轉馬的話 速度其實會跟不上 就如果一般的文明要轉馬去對付阿茲 他其實會有一個 產能落後的情況 那如果我出的是一人口的突襲者 那其實我的產能是不會落後太多 然後我也出的是一人口的富拉尼 在我這個兵都是一人口的情況下 我的產能不會落後 那去接觸 去應付你的這個 用訓練武去爆兵的情況 不會被你一波拍死 所以阿茲其實真的是很講究去用社區 社區廣場 把這個軍事單位訓練出來 然後做一波 時間上的一個搶壓 就是我在這個短期內的 我的產能比你快 當大家採的資源量 基本上 來到一個不錯的一個階段之後 那誰能越快 把資源轉換成軍事單位 給對手壓力 誰就越有機會拿下勝利阿 沒有機會 對手這樣 就好了 好 有一個東西 好 第一場就在這邊跨下的句點 我們來看一下整體的經濟量 前面都是這個豪薩領先 就即使阿茲已經轉很快開始轉吃海 然後村民很多 所以在前面其實不管是阿茲教學 或是什麼一分鐘阿茲 其實我都反覆的強調 阿茲雖然是一個適合快攻的文明 但是他實際上是不是適合新手的文明 尤其在前面快攻你沒有掌握到所有這些timing點 跟軍事壓制的優勢 你一開始轉經濟 會落後 你會輸 你用即使用盡任何手段 你都很難在經濟上重新取得領先 那本身就不是一個經濟特別強大的文明 即使這麼努力經濟也還是落後 我們來看一下軍事單位人口 在前面這邊 阿茲有衝上去 這邊先打一個經濟型 所以前面這邊有突襲者的豪薩兵是比較多的 後面這邊兵衝上來之後 海上又被打 然後第一波會戰直接打輸 對手推了炮過來 所以這邊弓箭武士沒做到什麼事情 打輸這一波之後 後面補兵的速度也還是很快 那這一波會戰也還是沒贏 那後面的第三第四波 也都是會戰打輸的情況 這一波打完之後 這邊的反推 用爆發力推上去之後 對手這邊也是纏一人口的兵 拉上去再打一波會戰 又還是打輸 這邊阿茲連續打出三次之後 基本上就很難翻身了 後面的兵力差距就是更懸殊了 對手也開始養牛 養牛也是一個豪煞獲取 額外影響力的一個方法 那這邊可以看到這個肥的牛 0.5的影響力 其實很可怕 原本是0.15 這個0.5就非常的可觀 好接著我們來看到的是第二場 一樣是阿茲對上豪煞 那這場會稍微比較快一點 我覺得對於阿茲玩家來講 學這個流程 有一點Oscore 但是 我覺得很好用 我也推薦一些喜歡玩套路的玩家 可以嘗試看看 因為這個流程就是不打經濟的 純打套路跟一波軍事爆發 但是他其實空窗期還蠻長的 這一點要特別注意 如果你的對手是要打快攻 或者是 一波類型的爆發 但他的爆發是比你早的 那都不太適合用這個打法 好地圖是洛基山脈 好這邊一樣是開局放一個社區廣場 那等一下會補一個放射 洛基山脈其實還蠻多小木頭寶的 所以不見得要把木箱都拿起喔 可以選擇 去讓這個村民提早開始做打獵的動作 好這邊的銀礦有兩千斤 銀礦有兩千斤 如果錫礦是一千五啦 這邊稍微再更正一下 不是三千 銀礦是兩千斤 所以剛剛那張 那張那個 葡萄牙那張圖真的 我覺得啦 只有兩個錫礦一千五 這個就直接少一千斤了 那如果是兩個銀礦 兩個銀礦是四千欸 那個是三千 就真的是 差蠻多的 那這邊的尾刀就一樣留給這個 銀翅紅 好不好 三十四經驗值喔 這兩倍 那這邊一樣是這個 戰鬥祭司在社區廣場這邊工作 肥沃之五 每秒產生一的經驗值 好這邊一樣打這個狼啊 狼經驗值八 有留尾刀嗎 啊沒有啊 好一樣這邊就少了喔 就各掃八 一來一晚還是差蠻多的 這邊選擇先補了一個市場 它這邊的流程就不太一樣喔 這邊開局選擇補市場 等一下會有一些用途 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後這邊又有一個木頭寶 欸不對這個是一個經驗值寶 好這邊村民把剛剛剩的木箱拿一拿之後 選擇先點了一個獵犬 好這邊又打到 有這個加倍加到 拿了一個四十肉 準備上十彈 那升級這邊呢 可以注意一下喔 它升級選的是什麼 這邊升級選的是傳訓者的快升 那豪薩這邊也上十代二了 那這邊升級選的是三海人 跟剛剛那一場一樣 開局這邊拉了蠻多村在補黃金喔 好這邊先補了一個交易戰 然後這邊 然後這邊 兩艙很近折喔 吸到了一堆動物 洛基山脈這張圖呢 其實是有一個小小的問題 就是它其實有一個懸崖 動物如果壓到這個懸崖上 其實會變成只有一兩村 可以收集資源 然後這邊拿到十七經驗值啦 一樣沒有拿到加倍 好這邊再補一張卡喔 先打一張戰鬥祭司 這邊可以再補一張卡 好補一張五村 可以看到阿茲這邊是沒有任何的軍事建築物 然後村民持續的拉了大概四隻在裁黃金 然後拉了一點村民開始補木頭 畢竟會卡人口 好這邊持續的打寶 好這邊有拿到十六 好這拿到八 好對手點下了三海人的突襲 好一共是五隻 欸沒有點啦 剛剛只是顯示出來 因為這個技能就是他會 說什麼派出巡邏隊 意思是對手上的時代 好這邊有三百金可以拿 好這邊開始升級這個陷阱 這是一個打獵的科技 你可以看到羊的影響力其實給的真的是蠻少的喔 跟牛比起來差蠻多的 好一樣是類似的升級流程喔 跟剛剛差不多 阿米納宮殿 然後自己補資源去換到這個大學 剛剛為什麼要採木金呢 很簡單喔 就是為了蓋這個大學 然後順便把這個陷阱的科技給開了 好這邊再補一張七百姆 好這邊點下這個 突襲 上海突襲喔 送五隻的突襲者 好阿茲這邊已經準備上完時代三了 特別注意喔 他這邊上完時代之後呢 看一下他做什麼 因為他這邊升級送的選項是送 我記得送的是 要點 要不然他點點點 這邊選擇送戰士喔 要送骨頭 一個分鐘點算是相當的早了 但是這邊突襲者會來鬧 有沒有看到你家裡 欸 什麼軍事建築物都沒有 也沒有兵喔 其實這個時候 對於豪賽來講就要有警覺了 還要不然 會不會 應該要不然 有 這邊 要不然 有 喔 被卡位卡住了 好 這邊先用戰士跳出來做擋刀 他戰士本身他是可以反這個 工程單位喔 因為突襲者身上很不幸的 有這個工程單位的標籤 這也是這個突襲者去打這個美國民兵 其實不太有優勢的地方喔 美國民兵特別多 特別好叫 然後原住民跳這個戰士也特別的方便 所以要這樣打其實是蠻傷的 好 升級上去之後選的是送三個骨頭的戰士 接著打出了一張九百斤 那目前的這個few已經感覺到了喔 很明顯是要一個直升工業 這邊比較穩的選項是會送兩個作戰小屋啦 兩個貴族小屋 兩個貴族小屋比較穩一點 但是就不會有這個骨頭 好 因為這跟我們等一下直升要做的事情有關係喔 那如果已經知道的玩家大概 欸 心裡有個底就好了 那如果還不知道的那就繼續往下看 好 這邊來了九百斤 這邊拉了幾村開始拿這個黃金箱 也是一個放在陶瓷罐裡面的喔 陶罐裡面的黃金 看起來是來自這個西班牙人的金幣阿 好 這邊馬上點下了十代四喔 升級選是球長 他是一個加強英雄的升級選項 並且可以給一個 給這個球長有一個掃蕩技能喔 這個技能特別適合用來配合冒煙鏡 然後這邊開始有點卡人口 所以開始補木桶 那豪薩這邊目前都沒有採取什麼動作喔 選擇是上了十代三喔 算是一個 在面對這樣子的選擇下 算下策的一個選擇喔 你沒有給予一個強力的前壓 去破壞對手的節奏 而是選擇上了十代三 選的是豪薩 沒有送冰的一個升級選項 然後 並且採取了一個最糟糕的 恩 我覺得是開戰的時機點喔 等一下我們來看一下 看到這個牌組一定要特別注意喔 基本上他的意圖就很明顯了 不是十代三就是十代四了 你可以注意看一下英雄的這個數值喔 他這時候還是不能用掃蕩攻擊的 看仔細囉 看仔細囉 好 升上去了 有沒有 數值這個全部都升上去了 然後看這個很少攻擊 我們看一下他怎麼掃的 下面這個啦 掃蕩攻擊 看好囉 一次暴斃四隻 然後後面骨頭直接在砍死 骨頭隨時在升級喔 現在是風雲骨頭了 變成說這一波壓的時間點就太慢了 進去反而送頭了 然後阿茲的這個卡 又送的兵特別的多 送的兵特別的多 連續打下來其實還蠻可怕的 這數量還是蠻恐怖的喔 15隻的土狼 一隻的資源是110喔 基本上十代四的兵卡 你只要超過1600以上 其實都挺好的 我根本不用說有些根本資源量已經 根本是2000資源量的等級了 好這邊土狼連發喔 27隻土狼 然後再配一張這個 時代四的骷髏武士卡 這邊也可以利用這個社區廣場去訓練骷髏武士喔 龍罐之舞 每9.8秒產生一個骷髏 好這邊其實還是豪煞的一個timing喔 他其實在這個時間點呢 選擇打架也是錯的 因為他並沒有一個能力去解決這麼多的 骨頭 或者是土狼 尤其 標槍 他也是需要一個拉射的過程 土狼黏上去 會很可怕 因為土狼已經是風雲等級的囉 剛剛在前面都已經有限升級了 他採集到這些資源呢 他採集到這些資源呢 就拿去之後升級土狼 這個土狼都是打卡來的 兵都是打卡來跟跳舞產出來的喔 這邊有個時代四的優勢 時代四的科技優勢 然後等一下再切成攻擊武 這邊做個包夾看仔細了 可以看到豪煞這邊有想要做一個拉扯 但是看起來是來不及囉 這邊又要開這個掃蕩技能的盲作 好這邊對手選擇直接投降喔 投的非常的果斷 因為這個被黏住其實就很難逃得了 然後也確實也切成攻擊武了 勝利儀式 勝利儀式 好這個是滿春在跳的 加38 38%的傷害喔 我們來看一下傷害是多少 土狼37 478 好徒手近戰攻擊是41 然後再配這個骨頭 很可怕 所以如果阿茲對到這種 對手經濟很容易 比你好你很難超車他的文明 我覺得用這種套路式的打法去打 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喔 但是再小心喔 對手其實也是有方法可以針對你的 那這兩場呢 分享給大家 不管是對豪煞這個新聞明 還是阿茲這個老文明 希望對大家都有幫助 那黑子會繼續分享 關於世紀帝國的新資訊 紀錄檔 好我是TNT比賽的獎記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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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